全家人在24小時之內相繼出現症狀 後來確認我們到底是得到了病毒 對 你不要真的奧土工不錯 欸你自己大概你不要吃 我知道 哈囉我是KT 本來以為隨著加拿大成年人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我們的確診率下降 限制逐漸放寬後 我們的生活會逐漸的恢復正常 沒想到一個Omicron的出現 又把大家的期望打落了谷底 確診率又不斷的攀升 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 這一波的威力比之前幾波都更嚴重 感覺這個病毒不是遠在天邊 而是真的來到我們身邊了 就在1月中 打完兩劑的我和我的家人也都中標了 現在錄影的當下 我們身體已經恢復了 但看到這裡你也許會好奇 如果得了COVID 那身體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那這次我就來分享 我們感染病毒的實際新生經歷 讓大家了解這個病毒在大人和小孩子的身上 出現了什麼樣的症狀 我們拿快篩測試的過程 跟我們總共花了多少天才康復 就在1月12號 接我家妹妹放學回家 就突然發現她比平常累 感覺很想要睡覺 下午整個沒什麼活力 給她準備平常愛吃的東西 也沒什麼胃口 然後問她哪裡不舒服 她就表示喉嚨痛 肚子痛 把碗量體溫的時候有點低燒 晚上吃的也不多 就早早的睡了 她在半夜的時候就退燒了 那我跟飛爸當晚開始覺得喉嚨痛 隔天早上我們就幫妹妹跟學校請假 那飛爸也以防萬一就待在家工作 妹妹整天還是有些微的不舒服 但已經沒有發燒 也沒有感覺哪裡痛了 有的時候很有精神 有的時候就突然躺著沒有活力 那到了下午姐姐放學 我就走路去接她 那可能是因為天氣冷的關係 我的喉嚨痛得更厲害 回到家的時候 我開始感覺身體有點虛 那姐姐包滿的時候 開始沒有精神 也沒什麼胃口 6點半左右的時候 她就自己跑回房間睡覺了 量她的體溫也沒發燒 那姐姐睡到半夜的時候 突然醒來說睡不著 結果過沒多久 她就吐了 飛爸這天也開始出現 頭痛 暈眩 身體痠痛 還有咳嗽的症狀 而我那個時候也開始有點頭暈 身體有點痠痛 尤其是大腿痠到 我得要吃Advil 有些微的咳嗽 那胃口也變得不好 晚上身體跟手腳 開始變得非常冷 由於全家人在24小時之內 相繼出現症狀 速度之快 讓我們有點措手不及 我跟飛爸直覺 有可能是得到了COVID 所以我們就決定 隔天一早 就去COVID testing site 去做測試 那接下來就直接看我們 拿快三回家 做測試的過程吧 經過了昨天晚上一陣折騰之後 今天大家感覺都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還是決定要去Testing site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路上 聽說Testing site 都會要排隊 排很多人這樣 我聽過有排3到4個小時了 那我們去的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Drive through 有嗎 應該是有吧 要把車開 自己再處理掉吧 希望不要等太久 所以這裡要Appointment No Dropping Testing 那我們現在可以先 Make Appointment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來Testing site 而且Appointment 現在沒有辦法Droping 所以白來了 好這次確定有預約了 然後來確認我們 到底是得到了病毒 還是只是一般的流感 現在車子好像沒有很多耶 在200公斤 每一道車都還以為我們都得Covid 大家都得Covid 你覺得要等多錢嗎 對喔 來上去 我現在完全沒有想到晚上 Hollywood Hollywood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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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器材 兩次有兩次的器材 OK 有兩次的器材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可以解決 有一個信用的器材 可以解決 跟你的手機 可以解決 如果有人註定 可以解決 有一個器材 有一個器材 他們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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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個器材 是有一個器材 不 5年 3年 5年 沒有 不選擇 但不選擇 你的孩子 你自己 我們去檢測站的這段時間應該算是病毒迅速感染的高峰期 衛生政策跟領取快篩的資格不停的更改 預約網站上提供的資訊都沒能來得及跟檢測的現場同步 導致我們去的時候跟預期的不太一樣 現場花了一點時間在溝通 如果大人中的小孩子其實也都有可能 只要一家人裡面有一個中的 基本上全家人應該都是中的 所以我們回去測試吧 可以放進去2.5公分之後 看到你2.5次 自己弄嗎 我根本看不到 自己弄我會那個 我不知道多深 我會弄太深或者太深 可是你就自己看一下2.5公分 他這裡剛好他已經幫你比較了 所以你就在我 你就大概這樣子看 幫我測試一下 但是你不要真的2.5公分戳我啊 如果我衝了 麥根你手下留情 那我就說你必須要二人 就差了不多久 所以我們還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要我先把一些黎明的東西摸清出來 你自己大概 你不要吃了 知道 你嘗嘗一下嗎 你怎麼那麼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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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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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好不舒服 他真的不舒服 他真的不舒服 等一下要我們用這個 這機器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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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 你來吧 我現在就在等15分鐘過去 我現在就在等15分鐘過去 已經2分鐘過去了 OK 2分鐘 你也測一下啊 你也測一下啊 這兩條線有點明顯喔 還是有希望的 還沒到15分鐘 才2分鐘過去好嗎 他上面說 如果兩條線 C跟T都有的話 就是變毒了 如果沒有的話 他通常會是指出一條線 所以測試的結果 兩條線就是我中獎喔 Oh no 啊 現在無魚了 傷了 然後飛爸又一招 15分鐘還沒有過完 但其實答案也已經很明顯了 所以測試的結果就是 我跟飛爸都確診了 雖然依照我們這幾天的症狀 其實心理已經有準備 應該就是COVID 但出現兩條線 心裡真的是很無謂雜塵 因為我們對抗疫情 也都對抗了兩年 想不到到頭來 還是中了這個大魔王 而且也挺衰的 我們都已經約好 要去打第三劑了 只是還沒打 就先中了 雖然小孩沒有測試 但是也可以合理的假設 他們應該也是中了病毒 只能說既然得了 就只能安慰自己 我們已經有Omicron的抗體了 接受感染的事實 也很慶幸 我跟飛爸都有打兩劑疫苗 所以沒有變成重症 而且我們身體都已經康復了 孩子也回到活蹦亂跳的樣子 在確定得到病毒後 我們的下一步就是通知 在症狀前兩三天 可能有接觸到的人 請他們注意自己的身體情況 也跟學校請假 讓孩子跟我們在家一起隔離 還有上政府網站通報自己確診的結果 我們得的不是重症 沒有嚴重到需要進醫院 衛生單會說 輕症就待在家休息 有些沒太大的感覺 有些則像重感冒或流感那樣的症狀 像是發燒 咳嗽 流鼻涕等等 基本上就只能在家多休息多喝水 讓身體慢慢的變好 那我們總共經過了多少天 症狀才消失 身體才慢慢的康復呢 之前提到1月12號 妹妹開始喉嚨痛 肚子痛 低燒 沒胃口 我跟非爸開始紅紅痛 隔天妹妹退燒 還是感到疲累 姐姐這天也開始發病 疲累 沒胃口 嘔吐 我多了身體虛弱 發冷 頭暈 身體酸痛 加咳嗽 非爸也出現跟我類似的症狀 頭痛 頭暈 身體酸痛 咳嗽 1月14號 妹妹活力回來也沒什麼症狀了 姐姐一樣的疲累 出現了咳的症狀 我的身體也沒症痛 但還是虛弱 身體忽冷忽熱 頭痛 半夜不停的再咳 1月15開始 兩姐妹都是偶爾咳嗽 我持續咳嗽 開始流鼻水 1月16 我跟非爸還是咳 喉嚨痛 1月17 我照樣頻繁的咳嗽 然後鼻塞 非爸除了喉嚨痛加咳嗽 這天又開始忽冷忽熱 病毒帶著我們的症狀反覆消失又出現 身體時好時壞 但整體感覺病情有漸漸的變好 一家人就這樣明顯的症狀 直到1月21號才漸漸的不可 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出現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而大人跟小孩症狀的差別更是明顯 小孩的復原力更快更強 所以我們從發病到康復 大約花了9到10天 我們既然都感染了 那還需要去打第三劑嗎? 加拿大的許多醫學專家 跟感染學專科醫生都建議大家去打 但前提是要等身體完全復原至少一個月以上 讓身體的免疫系統在跟病毒戰鬥過後 能夠有足夠的時間養兵蓄銳 之後打第三劑疫苗時 免疫系統才能夠從中獲益 再次集中全力 並以最大的效率來產生抗體 既然感染病毒過後 已經有一些Omicron的抗體了 我跟非爸都已經取消 原本要打第三劑的預約 打算先等幾個月再決定 由於病毒的資訊變化太快 也許兩三個月之後 病毒跟疫苗的資訊又有新的進展 所以我們到那個時候就再說囉 希望這期影片有幫助大家了解 感染Alm狂之後出現的症狀 跟可能身體會需要回復的時間 也希望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你也確診新冠病毒了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保持平常心 如果沒有嚴重到需要去醫院 那就好好待在家把身體養好 一個人在家隔離還算容易 但跟兩個小小孩在一起就... 想要知道我是如何跟孩子 關在家一個多禮拜 還能存活下來的方法嗎? 那你現在可以按下訂閱 跟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之後上傳的影片喔 如果喜歡這期影片的內容 覺得有幫助到你 別忘了按讚留言跟分享喔 下一期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所以希望15分鐘的時候 是兩條線 對 希望 好不好 講錯 希望15分鐘之後 指出一條線 這樣就代表我們沒有重病毒 只是一般的流感 這是病